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应该在生活中留出一些时间和空间去反思自己的内心世界 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以及如何达到自己的目标和愿望 当我们真正了解自己的内心需求时 我们就能更好地为自己的生命找到方向和动力 人生在世 每个人都想过得好一些 走得顺一些 辗转腾罗几十年后 默然发现 人到中年 没有迎来梦想的灿烂人生 依旧是个普通人 在人海里浮沉 于是 常常失落 不甘 不知道该如何走下去 其实 人生如逆旅 没有谁能一辈子心想事成 小半生过去 有得到 也有失去 有圆满 也有遗憾 才是常态 因此 中年以后 最好的活法 无非八个字 看淡 看清 看懂 看开 看淡名利 多少长安名利客 机关用尽不如君 自古以来 功成名就 是无数人的梦想 我们总以为 一个人名利兼收 就会拥有无限幸福 的确 名利往往意味着 物质上的丰富 和精神上的满足 但很多时候 名利是把双刃剑 过分追求 受伤的往往是自己 人民的名义里 其同伟出身贫穷 志向远大 年轻人心存梦想 无可厚非 但是 他为了实现阶层跨越 不择手段 为了留在北京 当众给并不喜欢的女孩 下跪求婚 为了得到重用 陪上司回乡上坟 跪地痛哭 靠着投机钻营 欺下妹上 他一路坐到了公安厅长 但最终 罪行暴露 引淡自尽 每个人的出身不同 能力不同 有人奋斗一辈子 才抵达罗马 有人一出生就在那里 不必愤懑怨队 立足脚下 一步步往前走 脚踏实地 步履不停 走一步 有一步的风景 即使到不了山顶 也活得自信充实 俗话说 广煞千间 夜眠仅需六尺 家财万贯 日食不过三餐 看待人生名利成败 才能豁达自安 看清得诗 诗之东于 收之桑于 一个老和尚养了一盆兰花 兰花在老本和尚的精心照料下 清雅可人 一天 老和尚要出门 便把这盆兰花托付给小和尚 让他帮忙照看 小和尚小心翼翼浇水照料 一刻也不敢放松 不料 有个晚上天降暴雨 放在户外窗台上的狂风 把兰花打翻砸坏了 几天后 老和尚回来了 小和尚向他讲述了兰花的事 并准备接受老和尚的责骂 可老和尚什么也没说 小和尚很意外 忍不住问师父原因 老和尚笑着说 我养兰花 可不是为了生气的 有些事已经发生了 有些东西已经失去了 既然无可挽回 就不要再为过去的事 懊恼不已 浪费感情 你越是计较 越是难以释怀 最后只能是折磨自己 有一句话曾说 你的心态 决定你的状态 有时 令你感到痛苦的 往往不是失去 而是你的态度 你越看得开 就越会尽快释怀 一味较劲 耿耿于怀 就越受折磨 人生就是一场 得得失失的循环 得到了 不必惊喜 失去了 不必纠结上怀 失去青春 就会收获成长 失去机会 便收获了教训和经验 失去所爱 一定懂得更加珍惜 所有的失去 都是一种救赎和成长 看过一句话 幸福永远不取决于你 拥有多少 而取决于你看淡多少 当你放平心态 看淡得失 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就会发现 你得到的越来越多 看懂人性 被人坠泪 男人笑 轻障无梯纹杜鹃 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一段话 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 那间隔壁的一家唱着流声机 对面是哄孩子 楼上有两人狂笑 还有打牌声 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是的 人们的悲欢并不相通 没有切身体会 根本没办法做到感同身受 所以不要指望你开心时 大家都和你一样开心 你难过时 别人也伤心 这个世界 很多时候 没有人会在乎你受了什么委屈 过得有多辛苦 大多数人都不履匆匆 无暇他顾 你要学会跌倒了自己爬起来 擦干眼泪 若无其事地继续前行 我们这一生 会遇到很多的人 在没有任何利益牵扯的时候 有些人表现得大度谦和 可是一旦自己的利益受损 表现出来的自私 贪婪和不择手段 便淋漓尽致 令人心寒 甚至身边熟悉的人中 也会有人恨你 有人度你 有人想方设法造谣诬陷 这就是人性 不必难过 不必失望 也必因为个别人性的丑陋 甚至怀疑人生 圣雄甘地曾说 人性像海洋 就算当中有树滴污水 也不会弄脏整个海洋 对于心存善意的人 互相携手 温暖余生 对于恶意满满的人 选择远离 远到成为你人生世界里的一粒尘埃 学会让心灵的阳光 扫除人性的阴霾 它是享受人间的温暖 看开人生 聚散离合中有时 历来烟雨不由人 人到中年 你是不是也默然发现 身边的朋友 已经换了一茬 又一茬 一直留在身边的 不过三两人而已 曾经山盟海是爱过的人 也早已经消失在人海 再无相见 一生中 我们会遇到很多人 有些人注定会遇见 有些人 注定在陪你一程后 说再见 留下的 请珍惜 离开的 请祝福 人要学会看待生命中 所有的聚散离合 包括亲人的离去 半年前 一位朋友的母亲去世了 她特别难过 常常看着手机里 母亲生前的一些照片 和视频泪流不止 每次见面 她总红着眼睛说 特别懊悔 为什么当初给母亲做手术 如果保守治疗 也许母亲不会那么快 离开自己 后来 一个医生朋友告诉她 其实 无论选择哪种治疗方案 你都会后悔 为什么不采用另一种方案 这在临床上 经常遇见 你痛苦的是母亲的逝去 而不是选了哪种方案 俗话说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无论友情 爱情 还是亲情 得到的时候 请一定要珍惜 享受真情带来的满足与幸福 当失去的时候 也不必悲伤欲结 聚散随缘 顺其自然 也许 因为有失去的痛苦 相聚的欢愉 才更显得珍贵 杨将先生说过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 到最后才发现 人生最美妙的风景 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 到最后才知道 世界是自己的 与他人无关 深以为然 生命只有一次 不用费力活给别人看 只要自己努力过 心存善念 坦荡磊落 就不枉此生 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和判断能力 不被他人的意见所左右 同时 我们也需要学会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 接纳自己的不足和缺陷 不断成长和发展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过上充实和满足的生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 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